全面叫停擔改劇 《超戰王一國之流》再難出現,踏實演戲是唯一出路。 據號 2022年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召開,相關部門負責人提出網絡治理問題,全面叫停偶像養成類網中,擔改題材網絡影視劇,藝人想靠爆紅的路被搗上了。 近三年,《單改劇》突然在國內爆火,朱一龍、《超戰王一國》、龔俊等人都憑借著《單改劇》晉升為頂流,這也讓許多藝人看得了爆紅或者翻紅的希望,紛紛選擇拍攝此類影視劇,導致市場續佔有了聲扭曲。 據負責人表示,有關部門希望未來能考出精品創作加速度,加大精品培育呼化,持續開展網絡大廣堂專題培訓,扶持獎勵網絡視聽節目五十七部。 此外,有關部門也希望能打好民喻中字組合拳,果斷處置愛奇藝青春有你三如情事件,並全面叫停偶像養成類網中,擔改題材網絡影視劇,認真開展網絡影視劇,短視頻,直播領域的專項清查。 其實,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影視劇,真正有演技的演員都能駕馭,認認真真演戲才能支撐藝人在演戲道路走得長遠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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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